大家好 多謝收看我的頻道 我是清清 今集我們會去上梅林的卓越匯購物中心 如果福田好岸過關 就在好岸直接坐四號線 坐六個站來到上梅林站 車程大約15分鐘 連堂好岸過關的話 你就坐二號線 來到市民中心再住四號線 再坐三個站就會來到上梅林 開程大約30分鐘 好了我們現在坐了15分鐘的地鐵 由A出口出閘 出來就已經看到卓越匯這間商場 今次我們來到卓越匯 是一間有85年歷史的老牌茶樓 名叫做點都得 廣州的老字號 這個位置就在卓越匯二樓利港城餐廳 在旁邊的手廊再直行 是否要等很久 在那邊等七桌 七桌 大概多少時間 應該也要幾十分鐘 好 謝謝 趁現在還要等位 我們出去試測這間商場有什麼吃 首先就是這間梅莊 這間梅莊出品不錯 價錢做好大眾化 人均都不用一把 我推介大家來試試 第二間客家菜 客魚 他的招牌古法首詩機都不錯 這間新疆音樂餐廳我未試過 但見他的裝潢都頗特別 很有特色 在旁邊這間西西佛書店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 很多商場都有這間書店 裡面有一間咖啡店 可以坐下來看書喝杯咖啡 坐電梯上到六樓 看到有一間日式火鍋 叫做春野菜 旁邊有一間泰爾酸菜魚 還有吃湖南菜的肥大廚 這間肥大廚 我每次來吃都會吃三碗飯 因為他的菜 真的會令你不停想吃飯 接下來還有一間姜虎冬燒肉店 座無虛席 全場爆棚 如果說四季爺林爺之雞 我只會想起它的煲仔飯 咦?這間毛辣辣是吃什麼的 看看它吃什麼 原來是吃水煮魚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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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麻辣火鍋 真的充滿快樂 整間餐廳都是歡樂的氣氛 喜歡熱鬧的朋友 一定要來這裡吃火鍋 這間文老頭烤肉店 如果到了吃飯時間 真的要等一兩個小時 看到它這個金磚五花肉 也挺特別的 單單看外表就知道這間一定是吃四川菜 就是這樣看菜單 足品也挺實惠 想吃西餐的朋友 可以來這間10號牛扒 可以來試一試它的招牌菜 威寧燉牛扒 這間大魚原來是一間自助餐 它是鐵板燒自助餐 價錢也不貴 星期六日是228元 今天是假期 這間商場的人流不算多 道線、食肆等位都不算很久 這裡已經是我們三次來了 我覺得上梅林隱藏了很多美食的地方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現在要回去喝茶了 進來這裡的裝修 都是傳統廣式茶廊的風格 這間也比較大 如果人多最好就坐房 可以電話預約來訂房 我走運走整個商場 這裡有很多東西吃 星期六不太多 這個商場已經不是最旺 給團送餐 有這個腐乳蒸牛扒葉 燒鵝餐包 醬生山竹是什麼 我不知道 人氣單品有黑餃 紅爪、蛋白 多少錢 早餐 一百七十八元 嘗嘗嘗好吃 現在叫 為何有這麼多包茶葉 因為套餐包 每人一包 本身又送了一包給我們 現在正在沖的包 現在有三包 餐車送了 先看看 是否很久沒試過這樣清洗 是啊 平時哪有機會這樣清洗 哇 這個四人餐 三次四人餐 如果四人餐 就有一個沒得吃 是啊 這麼奇怪 三次四人餐 吃啊 好嗎 吃啊 先試一下 這包好搞笑 挺有空氣 挺好吃的 嗯 挺好吃的 好吃 嘗嘗大家先 先試一下這個 蛋撻 它也有酥脂的 老廣州蛋撻 是嗎 很多層 嘗嘗嘗 蛋不是很香濃的 但也差不多 沒有香港就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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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名的 富宇牛泊葉 它不說富宇 你吃不出富宇味 喂 很大隻 蝦雞雞雞 他說這個要趁熱吃 它有點像煎堆 甜還是鹹 黑椒牛仔骨 那種味道 牛仔骨煎堆 是呀 很特別的 有很多種味道 我覺得好吃的 你喜歡吃煙韌的 你會喜歡吃 外面很煙韌 好了 吃完飯了 喝茶了 我們下一站去哪裡 我們會去 梅林水庫 是呀 坐什麼車去 我們坐車去 怎麼去 我們踩單車去 踩單車去 又來 是呀 阿斜點環境 咦 上次有筆東西 有筆錢未支付 兩個半個 我沒理由走路 這樣 看看 去到哪裡都要踩單車 你經常都是這個姿勢 現在每個都是這個姿勢 你看 這本就是 還有姿勢 你看 由上梅林踩單車去梅林水庫 需時15分鐘 2.8公里 我們現在經過梅村路的一個小公園 叫中康公園 你現在想 這樣才是標誌 你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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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想踩單車 你可以在上梅林站 坐9號線 坐兩個站來到下梅林站的D出口 從D出口出來 步行大概15分鐘 我們到了這個梅林水庫 你現在先還車 對 先還車 我現在來到梅林水庫的外圍 當你看到這條長長的樓梯之後 你有沒有衝動想走上去呢 它還有一個名字 就是叫網紅天梯 其實這裡到處都是拍照位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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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山頂了 梅林水庫 是深圳的三大水庫之一 梅林水庫隔開了兩個天地 一邊就是大池營 另外一邊就是繁華的都市 這裡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城門水庫 和城門水庫一樣 靜靜地闖著吹風 已經覺得很舒服了 這些才是筍工 你拿到水口 超筍 這樣滴滴到幾次 滴了這個水化 還沒滴到尾 這邊又乾了 看到這班小朋友玩得這麼開心 其實我也有衝動想跳下去 跟他們一起玩 因為現在太渴了 我們下一站就是去找山泉水 鏡頭裡這條路 就是水庫的登山入口 旁邊這位人兄 聽到我說要行山 他真的很害怕 聽到我說要找山泉水 他更加會滴汗 因為裡面有一個寶藏的山泉水 聽到寶藏 他又怎麼會錯過呢 這幅地圖就是梅林水庫的全貌 來到這裡就說左轉 來到這裡 2號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2號 1號 1 2 3 號稱 這裡還很貼心地提供了免費的加水站 但是自己就一定要自備水樽 來到這個位 大概是剛才地圖的第五段 原來寶藏水庫就在這裡的後面 怕什麼呢 你來這裡還怕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喝了 天生萬苦來這裡 就是 要不試喝一下 但是 那些人說這裡很多水 為什麼整天那裡多滴水 那天就多水 現在冬熱 想見了 你快來了 我小孩應該不能喝了 肯定 我看到周圍很多青苔 不停留 不停留 好一點 你不來拍照怎麼可以 正面來過 我不想下去 覺得好像很坑渠嬌 坑渠嬌 直在坑渠嬌 我不想 我們走完了 走了去那個 山泉水 山泉水 原來發覺是 是條坑渠來的 是條坑渠的出水口 我見到很多人去進水 有人進水 青青剛才說想試一下 也不見到 也不敢試 因為那個環境 跟我想像中不同 我想那些水喝完 我們還沒回到香港 就肚餓了 如果大家離開上美林華 又不想走商場 這裡真是一個很適合 散步和打卡的地方 真心推介大家過來 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如果你都喜歡我今集的內容 記得訂閱和點讚我的影片 下次見 拜拜 好 好